關心在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今天是五月二十二 也是在新內閣上任之後 首度來到委員會進行業務報告 並被質詢 但是經過昨天立法院 歷經十五個小時的議事表決大戰之後 今天大家也非常關注說後續的發展 尤其在昨天是已經通過了 藐視國會罪的二讀 那今天是法務部長鄭明謙 第一次上任並被質詢 他被問到這個問題 說藐視國會罪有沒有違憲的疑慮呢 馬上來聽一下鄭明謙的最新說法 有做了打些紙費工嗎 等一下我想在尋找的時候 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請點睡覺 這個謝謝關心 謝謝 謝謝 好可以聽到有可能是因為 這個新官上任稅鄭明謙的回答 都是比較保守的 尤其是他針對這個藐視國會罪 有沒有違憲的疑慮呢 他是說會再看看條文在進行研議 那也被問到說今天第一天的質詢 處女秀會不會很緊張 那鄭明謙也是說看他的表情就知道 而且他的表情看起來 的確是有那麼一點尷尬跟緊張的 而被問到有沒有進行特訓呢 他說等等看看表現就會知道了 以上就是我們在立法院 掌握到的最新狀況